香港的资本市场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场 或者不是仅仅局限于香港的市场 而是中国的国际的市场 因此只要中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只要中央政府继续高度重视香港的特殊地位 继续看重世界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和转换器的功能 只要中央在国际经济环境困难的时候 像以往一样继续力挺香港 还有什么理由担心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